欢迎收看美食不打烊 大家好,我是杨阳 今天用猪皮给大家分享一道美食 首先准备两块比较干净的猪皮 大概两斤左右 放入盆中加温水 把猪皮清洗一下 然后捞出 把大块的猪皮分成小块 切好后放入锅中准备焯水 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放几块姜片大葱段 然后开火把水烧开 锅中倒入适量的料酒去腥 水烧开后 大概煮两分钟左右即可捞出 倒入盆中放凉 这个时候把刀磨一下 磨得丰力一点 可以更好地刮掉猪毛和多余的油脂 然后把放凉的猪皮 刮掉残留的猪毛 翻过来刮掉多余的油脂 刮掉多余的油脂 可以让做出来的皮洞 吃起来不腻 猪油厚的话 就慢慢地把它片下来 然后用刀刮几下 就可以清理干净 当然嫌麻烦的话 可以跳过这一步 不剃猪油也是可以的 就是吃起来会有点油腻 猪皮 猪皮整理干净 把猪皮切丝 切得细一点 可以使猪皮里面的胶原蛋白更好地溶解 下一步 把切好的猪皮倒入盆中 倒入适量的盐 加一点温水 把猪皮揉搓两分钟左右 盐水可以让猪皮增加底味 也可以洗掉残留的猪油 中途换一次水 把猪皮洗干净后捞出 下一步开始制作 大概一大碗的猪皮下锅 然后用同样的碗加三碗水 再次下入几根大葱段姜片 开大火把水烧开 煮开后撇去浮沫 然后关中小火慢慢地炖煮 30分钟左右 30分钟后挑出里面的葱姜 撇去浮沫 再次炖煮10分钟左右 40分钟后 分出来的汤汁已经变得非常浓稠了 这个时候即可关火 把炖好的猪皮倒入盆中 撇去上面的小气泡 放置一碗让它慢慢凝固 第二天它就会变得非常结实 有弹性 右边这一盆是没有剔除猪油 也没有撇去浮沫 加了香料盐和酱油 做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吃起来非常的油腻 以上方法做出来的虽然有点麻烦 但是看起来非常的晶莹透亮 吃起来也不油腻 把它拿出来切成均匀的薄片 这样做出来的皮动 非常的有弹性 口感非常好 最后调一碗自己喜欢的蘸料 即可食用 欢迎点评点赞转发